这一盆茶花已经花了很久很久了 大家看这个花都快开发了 现在就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 我暂时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养 为什么说是暂时呢 因为这个茶花它是洗半阴的植物 而这个地方每天可以晒到三到四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太阳 冬天和春天摆在这个地方没问题 因为这一段时间处于它的这个运累和开花的时候 对光照的需求比较高 但是这个秋天和夏天的时候放在这个地方就不合适了 那要放在什么地方养呢 就要把它摆放在比较通风有明亮的散射光处就可以 如果是在室内养的话 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客厅靠近南向阳台 或者是南向阳台的长脚跟来养 另外这个茶花它是比较耐寒的 大部分品种可以耐零下10度的这个低温 所以在我们南方地区的话 冬天完全可以在室外过冬 如果是在北方的话 最好就把它搬到室内去 还有茶花它非常喜欢通风的环境 很多人的这个茶花养不好 可能就是不够通风 像我的这个地方的通风就非常的好 这盆杜鹃花已经缓了很久了 它已经完全缓过来了 因为它都已经开始长新叶了 这个时候就要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了 要不然大家看这个嫩叶可能都会有点土长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每天有1到2个小时左右的直色光 虽然这个杜鹃花它是洗半阴的植物 但是它还是需要这个晒太阳的 尤其是这个春秋冬三季 夏季的话摆在这个地方 就要想办法给它遮阴 夏天夜日曝晒的话 很容易把它的这个叶片给灼伤 另外它是喜欢这种非常通风湿度高的环境 尤其是湿度这一点 如果这个湿度不高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叶片容易暗淡无光子 长不好 所以呢到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的给它增加湿度 可以多给它喷喷水之类的 还有就是这个杜鹃花它不是很耐寒 虽然在南方地区在室外是可以安全过冬的 但是北方就不行 所以北方一定要把它搬到室内去养 但是搬到室内一定要多给它喷水 因为有暖气会比较的干燥 如果你是在家里养的话 建议你把它放在客厅靠南向阳台 或者是南向阳台的长脚跟来养